你们两个要搞快点咯 看我这里调料都已经弄好了 还有多少啊 没有多少了 还有几分钟吗 还有十多个 没面的还要多这一会是吧 准备做一个麻辣口味的 一会起锅的时候再搞点蒜蓉 咖啡 你不去帮忙啊 怎么在这里爬着呢 快去帮忙啊 一起去弄小龙虾呀 一会儿好吃啊 哎呀这不要脸的 说他他还这样贪气了 你不喜欢吃小龙虾是吧 哇塞 这一出来真的好热 我看天气预报报的都是40度 这边白天的话地表温度应该50度都有多 反正白天咱家小咖啡不敢下来在地上的跑 他没穿鞋嘛烫脚 现在我们是从 酷尔勒到 若羌县城 这边有一个服务区 玉璃服务区 车很少的 那里有一辆车这里过了几辆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服务区过夜了 一会儿就在这外面坐吧 热就热一点 如果说在车里面坐的话又烧着火 油烟又大里面又热 是不是 对 准备下油过了站远点了他们 站得远了 要弄两次 开玩 调料快点 这冒烟了 有点豆瓣酱和那个小面调料 姜蒜葱这些 全部搞进去了 这个火小点让它炒香 来一罐啤酒 咖啡 站边边的来 一会儿站些油带就升上去了 这边水不够 在喜酒不够 矿泉水来秤 今天在库尔勒那里买了两个鸽子 有一个放在冰箱里面的 这个拿来给它炖了 来炖点汤 不知道怎么弄这个 直接放高耀锅里面炖吧 本来想买一包炖鸡的调料 但是没买到 搞了一包老牙汤的 那种清炖放点姜这些的话 我怕的是 有点腥 因为没怎么吃过这个 新疆这边鸽子也是一大特色呀 整一半把这个不敢放完了 放完了怕咸了 OK 灵魂鸡精 来一点 哎呀 好香啊 我还煮了一条丝瓜在里面的 大蒜 我还没想起来有大蒜的 我刚刚就切好了呀 这个需要把它搅转不 不需要搅转了吧 搅转的话它就炒死了就不好吃 就这样 走端进去 好 你先进去吧 我先进去 来咯 快点快点 藏地撒铁好 直接就上锅吧这样 嗯 妹妹 准备咯 麻辣虾肉虾开杆 我把那个鸽子放在上面 顿上 好 要把这个门给关上哦 不然这个空调吹起没得效果的 直接搞点白的吧 本来别人都是 冰冻啤酒下小龙虾 但是我那啤酒刚刚慌了 没有冰 少整点 怕的是整多了 对 脸下面里有泡起的可能入味一点 因为才刚刚煮好呗 好烫 慢慢地吃 看还缺什么味不 因为我没有肠 应该不缺了 咸度这些都可以是吧 应该不是特别辣吧 嗯 哦 慢点 来干杯 干杯 妹妹 今天我们那个空调能吹得住是吧 真的白天40多度我们在里面 睡午觉的话都很安逸的 干 看今天晚上咱争取把它吃完 因为我们那个小冰箱肯定是放不了的 看一下 这买的几斤呢买的 4斤2公斤嘛 这一次干的漂亮 全都吃完了 看下这个鸽子趴了没得 一般趴狗 我还压了10分钟 怕还要拿去压5分钟 趴都没趴呀 看嘛 完了忘记做饭了 不要慌 网上不是说的那个检验一个川鱼厨师 对做饭的这个最高的一个 赞美吗 就是看剩的这个汤能不能下面 我觉得这个可以 这个吧 我感觉也是可以哦 这个汤也对 一会儿一人下一两面条来吃 可以呀 爱得很 这个继续拿去炖着 没炖得怕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床睡了几晚上的整体感觉还不错 就是睡觉的时候和起来都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把它收一收 这也不麻烦 刚刚飞航拍的时候看见上面太阳能板上面好多灰 一会儿要上去把它给擦一擦 因为这个天天都要开空调 晚上的话要开通宵 所以说必须把太阳能板整干净 让它多发点电进去 走了出发了 我开你放心 这出来两个月我在潜心的研究驾驶技术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 一点问题没有放心吧 我看这里到若江县城364公里不到5个小时 你稍微休息一会儿睡一觉就到了 哈哈哈哈 信吗 它顶多开100公里 马上就 嘿妈你来快点 哈哈哈哈 不是我开着时间长了 好像老口是矿的 开着开着它房间就跑偏 安全最重要是吧 准备做好了 Let's go 一档起步 走 i trust 不了 我有 王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